聽到對方講了幾句話 瞬間李智憲斷掉 握起拳頭 做事要攻擊 以為有達到警告效果 結果女員工又說了一句 下一秒沒忍住 超派舔弦網 對方臉上砸 人之間往後倒 重摔在地 痛到爬不起來 吵架的當下 另一名同事就在旁邊 但都沒有勸架 似乎也已經見怪不怪 直到聽到巨響 才回頭 卻已經為時已晚 凡人在新竹縣竹東正的今天 封測大廠 員工人數超過五千人 其中這名男員工跟女同事 疑似長期有嫌隙 日前在出貨區又爆發 言語衝突 竟然大打出手 事發後 當事公司表示 有到醫院慰問 員工也已經凡家休養 類似職場暴力頻傳 不久前苗栗一家上市電子廠 員工也被鐵椅猛K7下 吳成衣都被染紅 逢得其真 達人的男子 也因此被解雇 裡面啊 就是通常都有規定的那個時間啊 才能休息 然後時間都要完成了 然後 裡面通常也不太會有對外的窗戶 看不太到外面的窗戶 會讓你們就是進去心情比較不好 這一拳下去從此有了嫌隙 再加上是同部門同事 這樣怎麼上班 TVB新聞 高姊姚 陳世銘言 聖犯新竹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